台北市民政局长杨宝华今天在一项记者会中表示,明天起举行的行政会议,主要的目的是要检讨以往追踪的哲思,同时集思广义,推行各项重要革新措施。 这一次行政会议将由市政府各级干部453人参加,议定讨论七个中心议题,其中包括了如何改进土地工商征据以及建筑执照的申请更正的手续,如何继续加强改进交通秩序等,各局处和需工所也将提出跟市民有密切关系的议案。